第1495集 唯一希望 就在所有人都眉头苍蝇一般乱飞的时候 第五轻柔竟然已经凭借着自己家族的微弱实力 做到了以上的这一切 要知道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分析天下武力 还要头头是道 那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第五轻柔这几天里绝对没有睡觉 辛苦你了 第五家主 叶晨晨接过来看了一眼 竟然不由得为之动容 叶家是各大世家中 目前实力保全最为完整的一家 更是此地的地头蛇 但是却完全没有针对性策略 与第五轻柔的作为相比 高下立判 纵然是叶晨晨 也不由得觉得心中惭愧之际 生死存亡之刻 为求一线生机尽力而为罢了 第五轻柔洒脱的笑了笑了 虽然最终结果 我或许仍旧以悲剧收场 但是无论如何 却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尽心竭力 方能死而不回 说得好啊 不能坐以待毙 尽心竭力 方能死而不回 叶晨晨有些出神地重复了一句 随后几位老祖都将那张纸传看了一遍 随后纷纷神情凝重地飞身离去 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之时 时不我待 必须要及时展开行动 早一刻行动 或者就能多一点生机 只剩下叶晨晨一个人 站在最高处 覆手而立 高空之中狂风呼啸 吹动他的黑衣黑袍 几乎要将他吹散在这空中 一阵萧瑟苍凉的氛围 从他的周身散发出来 帝无清柔只看了一眼 就心头叹气 只觉得心中沉点点的 恨不得将叶晨晨一脚踹下山去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 叶晨晨现在已经绝望了 叶晨晨与叶家 已经是世家联军这边修为最高 实力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家 竟然连他都绝望了 虽然其决以死战的心态还有 心中却已经没有了必胜的信心 叶晨晨是目前九大家族之中 威望和身份都是最高的一个人 跟随一个对即将到来之战 全无信心的统帅 这仗还怎么打 这一战的结果已经可想而知 第五轻柔无声的叹气 流行一半奔下山峰 向着中都城里飞去 他现在只想见到楚阳 他真的想问一句 楚阳 九节建筑 您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最主要的 第五轻柔绝对相信一点 就算是叶家放弃了 叶晨晨放弃了 普天之下所有人都放弃了 楚阳也绝对不会放弃 对于这一点 第五轻柔从来不曾有过怀疑 一直坚信 九节传奇 从来都是传奇 所谓传奇 就是在许多的不可能之中 创造辉煌 当初 楚阳去到铁云国的时候 岂不就与现在的形势差不多吗 当时的铁云 恰如现在的中都啊 而现在的法尊 与自己当初领导的大赵 大致也差不多 彼此形势优劣 一言可辩 所有人都认为 铁云必败无疑 相信换作任何另外一个人 都绝对不会有多少信心 说不定早已放弃努力 但楚阳却愣是上蹿下跳 将必败的局面 声声扭转过来 将不可能战胜的战局 战胜了 对于这种绝对不放弃任何机会 尽心竭力的拼搏精神 第五清柔无限佩服 门心自问 若是将自己换在楚阳当初的位置 不要说最终还挣扎成功了 会不会有挣扎的心思 只怕都在两个说之间 所以第五清柔这次下山 就直奔楚阳的驻地而去 说实话 第五清柔也很有想法 想要看看楚建主这次还要怎么蹦打 还能怎么蹦打 是不是真的还能被他蹦打出希望来呢 退一万步说 就算最终蹦得不成 能够与九阶建主死在一起 第五清柔也觉得自己没什么可遗憾的 虚余之间到了客栈 林牧阳哄着脸充当首位的样子 直接把第五清柔吓了一跳 我的个乖乖 这楚建主也太大架子了吧 居然让林家始祖看守门户 你找楚阳 他这会儿正在闭关呢 老夫在这里护法 你什么眼神啊 你当老夫是跑堂的 看到第五清柔一副见鬼的样子 林牧阳的心中又好气又好笑 在这个档口闭关了 第五清柔心头一喜 他刚才脸上的表情当然是装出来的 见到林牧阳当首位 要是没有惊讶的表情 恐怕这位林家老祖宗就更加要生气了 随后就想到 楚阳早不闭关 晚不闭关 偏偏在这个时候要闭关 绝对是好事 随后问道 楚剑主已经闭关几天光景了 两天两夜了 林牧阳对第五清柔印象还算不错 在他看来 九大家族中就没几个干事的 可这个第五清柔却绝对是一员干将 虽然现在修为多少低了点 但是那份心急 却实实在在是天下无双的 两天 那也好 闭关两天了 很好啊 第五清柔松了口气 时间越长越好啊 只要执法者进宫之前出关就行 林牧阳对第五清柔的反应倒是有些差异 这个第五清柔对楚阳这个九节建筑的信心 未免有些过了一点吧 貌似自己都没他这么有信心 既然楚阳闭关了 那我找莫天机聊聊 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莫天机 莫天机也闭关了 他们一起闭关的 林牧阳翻了翻白眼 所有的九节兄弟 五绝成师徒 还有那个三星圣族的圣王 就是叫谭谭那个 一块闭关的 他们一起闭关的 真的 那就说明事情有了转机了 好事啊 第五清柔彻底兴奋起来 危机突现转机 第五清柔干脆也不走了 就在这坐下来 要了几个小菜 与林牧阳两人 坐下对饮起来 现在最重要的 始终还是在这里 只要楚阳这边能够挺住 那么九冲天大陆 最终一定没事 至于中都城里 一千多万的江湖高手 以及各大家族的残余势力 在第五清柔眼中 仍旧只是一些炮灰而已 法尊既然说要清洗 那么就一定要清洗了 或许不能将九节建筑清洗掉 但是清洗掉其他人 对法尊和现阶段的 执法者方面所拥有的实力来说 毫无压力 也沉沉他们几个在干什么呢 他们也在备战 第五清柔对这位灵家老祖宗 还是很尊敬 很恭敬地回答 备战 灵母扬眼中 有着隐隐的伤痛 却哼了一声 哼 一群妄恩负义之徒 蜀木寸光之北 就算备战又有什么用啊 习徒个侥幸吗 骂完了 也没等第五清柔说话 自己先叹息了一声 唉 这一战啊 打到最后 哪里还有什么对错呀 始终都是万多年的老兄弟了 第五清柔知道 他此刻心情复杂 只是陪着笑陪他喝酒 却并不把话题 往各家始祖身上扯 灵母扬长驱短探 时间静静流逝 中都城里 早就已经是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执法者方面的主力 虽然还没到 但是城中之人 却都已经清楚地感觉到 似乎从四面八方 有无数的强大压力 正向着中都席卷而来 一时间所有人 都有一种喘不过气的压迫感 在各大家族的号召之下 这次毅然加入战局的江湖高手 占据了绝大部分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还想要继续观望 但是这部分人 却被叶沉沉一声领吓 瞬间就变成了数十万具的尸体 化石粉呼呼地洒过去 鸟鸟地腾起了鼓鼓青烟 数十万人 就这么一声命令化作尸体 一时间整个中都的上空 都充满了一股死尸的味道 恒久不散 法尊大军卫道 这里已经先行清洗了一次 这次屠杀 让所有江湖武人 都是浸入寒蝉 对各大家族发布命令 也是顺从了许多 立竿见影 中都上空竟然连一丝丝的风都没有 已经深秋 天气却是热得邪乎 空气似乎都停止了流动 大街上 每个人都是来许匆匆 沉着脸一言不发 一个个脸上的表情 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所有人都是眼貌清光 神色猙獰 似乎看谁都不顺眼 恨不得都杀了 才顺心一般 时间终于到了 楚阳等人闭关的第三天早晨 突然间 整个中都城出现了一阵骚动 来了 来了 真来了 大街上 先是有一个人在叫喊 那声音 如同要哭出了一半 来了 来了 执法者大军来了 更多的人叫起来 有的人身负不俗修为 但乍一听到这个消息 居然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执法者到来 末日 终于来临 所有人同时抬头看去 只见那中都上空 慢慢的从四面八方飘来一阵阵的烟云 林沐阳正要出去看看情况 却见到风雨柔搜的一声出来 简单的吩咐 我去看看情况 你注意这里 一定要确保安全安静 不要让任何事情打扰到闭关的众人 林沐阳在风雨柔面前自然很是尊敬的 躬身答道 是 话音未落 风雨柔已经整个人没了影子 直到这时 才听到空中刷的一声 面前清晰的出现一道空间裂痕 却是风雨柔的急速飞略直接划破了空间 嗖的一声 风雨柔出现在中都最高的山峰之上 眼神向着四周望去 当下心中不由的一声叹息 执法者 法尊 真的来了 现在虽然仍旧看不到任何一个执法者的身影 但是四周千里之外 却能清晰的看到自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冒起了滚滚的浓烟 就如同漫天风云突然八方而起 一起向着中间的位置 猛的涌了过来 另有一股极度邪恶黑暗的凛然杀气 遥遥浮现 纵然是远隔千里 也可以轻易的分辨出来 这等声势执法者的队伍最少要有数百万之众 才能制造出这般惊人的效果 一路杀戮而来 看那浓郁的烟尘渐渐将整片青天覆盖 风雨柔已经知道 法尊这一路上竟然是将能够燃烧的东西全都点燃了 其中不只有房舍、民居、农田 更包括高山、密林 总之一切可以燃烧的全都点燃了 法尊 你怎么变得如此的偏激 风雨柔的眼中露出一丝的沉痛 原来你虽然目的性大了些 对待九节建筑与历代执法者的宗旨相悖你 但你却绝不是一个灭绝人性之人 现在的你 为什么却如此极端 第1495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